记得六岁那年表哥交了个日本小女友 每天我都屁颠屁颠的跑表哥家串门 他的日本女友非常美 小孩子嘛都喜欢美好的事物 说话也好玩 鸡里呱啦的日本姐姐说我很可爱 每次都会给我零食吃 这天我又去了表哥家 家里只有表哥和他的女友 表哥让我自己看会电视 随后拿来一袋辣条塞给我 对我说你就在这里乖乖玩会 我跟你嫂子要去房里说点事 说完就带着嫂子进了房间 还关上了房门 我一边笑呵呵的吃着零食 一边看着动画片 突然想到表哥和他女友说是 为啥还要把门关了 难道房里有更好吃的东西 或者更好看的动画片 瞬间觉得自己手里的辣条索然无味 于是我跑到房门外 偷偷听里面的声音 我瞬间如遭雷击 这还是我尊敬的表哥吗 堂堂七尺男儿 居然欺负一个弱女子 我准备吃鸡进去 扎住嫂子 当我猛地转动门把手 准备冲进去时 发现门上了锁 同时里面的声音突然停止 随后传来表哥的声音 弟弟好好好在外面玩 不要进来 我怒吼道 好 你个人面兽心的家伙 我没有你这样的表哥 既然欺负这么好的嫂子 你再不开门 我就报警了 表哥无奈开了门 我进去就是一顿斥责 你为啥要打嫂子 这时表哥红着脸道 我没打你嫂子 你快出去玩 哥哥嫂子给你造个小侄子陪你玩 小侄子在哪呢 我现在就要和小侄子玩 堂哥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小侄子被你吓跑了 我不死心道 那你们再造一个 这次不闹腾 我就看着保证不说话 陌生人不能看的 小侄子怕生 你去外面玩吧 等小侄子出生 保证让他和你玩 看在以后能多个玩伴的份上 我暂时忍住了好奇心 回到了客厅 过了两分钟 我又去敲门 表哥表哥 小侄子造好了吗 表哥不搭理我 我就一直敲门 表哥无奈开门 恶狠狠地看着我 你能不能不要打扰我们了 你还想不想和小侄子玩了 好吧 提到小侄子 我又只好认从 暂且又回到了客厅 又过了几分钟 我如坐针毡 感觉过了几个 事迹那么漫长 又忍不住去敲门 表哥好了吗 小侄子能陪我玩了吗 表哥依旧不搭理我 我依旧砰砰敲着门 这次表哥开门 直接咆哮道 你敢再敲下门 信不信我揍你 我一听很委屈地走了 感觉表哥变了 有了女朋友 就开始凶我了 不就是小侄子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还不稀罕呢 大不了我找狗蛋 合伙造一个去 第二天表哥一家人 来我家做客 说上我大声地控诉表哥 昨天我去表哥家 他和姐姐在家里造小侄子 不但不让我看 还把小侄子藏起来 不让我玩 所有人瞬间呆住 随后老爸就是 一巴掌扶我 他用手道 你可喵的我 撒死你个狗熊 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 再乱讲腿 给你掰舌了 关注我下集更精彩